前面的部分是由这个去查出其他的东西 然后呢当然可以有很多清单 我就一次性的全部查完 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我可能第一个我没有资料 那第二个我是可能会有一些外部资料需要输入的 那外部输入之后呢 当然第一个最好的方式 你可以让使用者输入 或者可以用下拉清单的方式 让他用选取的方式 那假如说我今天要做个下拉清单的话 怎么做 我想前面有讲过啦 请各位应该复习一下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你的清单在哪里 那我们的清单基本上是在那个 这个这个哪里呢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有一个booking id 这个id呢对应到就是这边 这个范围他已经帮我们做好了 所以你将来可以按F3 第二个呢从什么呢 先公式嘛 所以将来做清单 我想这个固定的流程可能要记一下 先建一个名称嘛 第二个再到什么 资料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资料里面的这个 所谓的资料验证 那如果你要做清单是大的范围 建议你什么 把这个范围 CtrlStreet向下 先把它怎么样 整个选取起来 全部都做清单 那你就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把它变成什么 清单本来任意值嘛 变成清单 来源的话呢 就是F3 找到那个booking id 他就会帮我把什么呢 这个booking id里面的资料 把它加进来 OK 那这样的话第一个我们就完成了清单的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底下 只要你选取的范围全部都有清单 都可以选取 那第二个的话当然 除了说可以加清单之外 当然你如果向下选的其中一个 比如第一个 这个我们前面做的 点击它之后呢 那你希望 常常有同学问说 老师我们有办法 输入一个编号 自动帮我把这些 后面的五个栏位的资料 自动带出来 不管几个栏 反正你要几个 就是自动带出 我们后面的栏位 就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然后你再把它点击 又资料又过来了 有没有 多好 所以以后的话 你设计一个系统 你就给其他人用的话 他会觉得 好方便 这样子快速的 就可以把我要的资料 全部其他的资料呢 快速产生 那如果老板要查哪些呢 我就把清单列出来 然后把它列印出报表 给他 这样子 我今天的事情呢 就完 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在查资料嘛 所以你把查询的 这功能学好 很快的啦 你工作就可以 把事情很快就做完了 所以这个系统 有没有 但是呢 要怎么做 基本上有 至少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什么 写固定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 就是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做 因为我用 把公式 预先放在这里面 预先哦 那 当我里面是空的话 我用逻辑判断 如果里面是空的话 那也是空的 所以你会发现 我把它删除 整笔删除 如果我出现的话呢 它会怎么样 整笔出现 因为里面哦 如果 有没有 这个里面加一个 如果 它是空的话 哪一个是空的 就是前面这个 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 我就输入那个公式 其他都一样了 所以基本上呢 做法上 第一个 请各位 把这个工作表拉过来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也就叫函数之类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把里面资料先删掉 那做几个事情 第一个 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下拉清单 先把它完成 这个是 Booking ID 整个范围 所以刚刚漏了 整个范围 资料验证 也清单 按确定 这个时候整个范围都有 那不过现在下拉不会有了 它不会出现 那怎么样才会有 你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把前面的 Buildout List 这个范围 Ctrl C C之后 你再切到这边来 把它Ctrl V 其实就是把公式贴上 但是公式贴上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里面有资料 它也会跟着变 可是它会有个缺点 如果你把前面的资料删掉 它会出现什么 Nuts Available 为什么 因为它查不到 里面是空的 那就查不到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呢 如果前面是空的 前面是空的 有没有 诶 是等于吗 空的 没有东西 那我也变成什么 空的 反之就是贴上刚刚的公式 应该可以理解 后面都一样 所以这样子这边就不会是空的 那底下都一样 所以我的习惯是把前面这一段 先复制 后面补个刮壶就好了 后面 因为后面都要再做一次 插入一幅还蛮麻烦的 那比较快的做法 我先做好一个 然后怎么样 Ctrl C 因为后面的都一样 我就怎么样 把这个等号 盖过 刚刚这个 补一个 后刮壶 这样比较快 但你也可以重来一次 不过浪费时间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就把等号选起来 盖过什么呢 刚刚你做这一串 因为后面会少一个后刮壶 补一个后刮壶 enter一下 这样就OK了 所以一样这边 把这些都做好 那但是你最后还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现在只有做这一列 所以这一列会动 没错 可是底下呢 会不会动 不会动 所以怎么办 很简单 下拉 那不过 这也有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到底你要下拉到 第几个 列 你想说老师要不要全部 拉到最下面 是也可以啦 可是其实真的很浪费空间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躲了很多公式 而且你要拉很久 有没有 所以大部分大概就拉 可能部分的 列数 然后以后如果再增加 再去补就好了 但是也不是好方法 那所以 这个我假设拉到 20列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 已经到20列 这边都有 那当然你将来 你就可以往下 去把那个资料查出来 可是缺点就是说 如果你是21列 那就不会有作用 因为我刚刚拉到20列 那这个的优点是说 它其实还蛮好理解 这样做法 但是它的缺点是 它要必须预先 输入那些公式 如果没有那些公式的话 它就不会有任何作用 那所以就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预先 去做这些事情 那当然可以啦 不过可能要需要用到什么 VPA VPA 它就可以不需要预先 你会发现 检查一下 这边 这边有 可以我把它删掉好了 假设我把它删掉了 但是呢 一样哦 我一样下拉 点击之后 自动帮我丢过来 也就是说 我可以不需要预先输入一些公式 但是呢 我要让它 就是说呢 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可能你需要了解几件事情 第一个 就是哦 哎 用VPA里面呢 判断什么 判断如果A栏 就是A栏 如果A栏里面的 只要其中某个储存格的资料 有变动的话 有改变哦 比如说 本来里面是空的 然后变成有资料 那我就要做出对应的处理 什么样的处理方式 就是说 在动态的帮我把 B C D E F 哪一列呢 变动的那一列 好 的 B C到F 栏 动态的丢什么 丢公式进去 丢到它的储存构里面 那丢到储存构里面呢 它自然会帮你执行 所以哦 哎 用这样的方式 可是你要怎么样 可以做出这个部分 难度会高一点点 可是也没有到难到 完全没办法理解 好 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 第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 当然你可能要预先做一点东西 所以这边可能就是 一 先做下拉清单 二的话呢 把这个公式 直接贴上 前面再补一个什么呢 补一个这个就可以了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它的缺点就是说呢 你必须要 每一个 每一个 都去预先 填上 那个公式 并且前面要做逻辑判断 如果前面的东西是空的 那后面就也是空的 可是如果用VBA来做的话 就不用判断了 直接就输出嘛 反正它前面有变动 主要我们会输出 后面B到F栏 里面的公式 是因为前面的A栏 资料有变动 这个要怎么做 我想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个 如果用VBA的话 该怎么做 合作者的 �副 前面 有